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以四种姿态略习参考点 下面我们将机器人姿态移至参考点一 点击记录 移至第二个参考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记录 下面我们将机器人姿态移至第三种姿态对齐参考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将机器人一致第四种姿态被取穿高点 我们再点击记录 这次我们四个姿态已经对齐我们可以点击计算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最后我们的凸零即便标定成功 我们点击保存坐标系 下面我们可以见证一下我们刚刚保存的凸零 我们切换到Jog区域 选择凸零 然后我们将机器人转动ABC 来看是否绕着我们刚才做的点在运动 转动各个ABC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ABC都是绕着我们刚才做的工具TCB点在转动 下面我们需要试掉工具坐标系的方向值也就是我们的ABC纸 下面我们整性3登壹 将机器人转动到余银的参考点第7位 首先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工具随之有的脱胶器 然后移动到参考里 点击记录 然后我们需要将X楼的副画像移动到参考点 点击记录 点击记录 最后我们将排列之外 在内外放量为货的一年 移动到参考点 并点击记录 点击记录 点击计算 这时候我们交定成功点击确定 点击保函 下面我们来验证标定的方向是否正确 我们需要点击叫个区域 坐标系选拨2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xyz的方向是否和我们标定的一致 我们移动 我们移动x楼正方向 再移动y轴 然后可以移动下z轴 然后我们可以动一下我们的倾斜 然后看到我们的xy方向是否随着我们的工具在随动 我们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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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移动